大家好 我是环华骑行 就是骑自行车围绕中国边境每个线都转一圈 我现在已经骑行了三万多公里 到了浙江省的宁波市下面一个县级是叫磁西市了 我昨天晚上是在这个桥底下录影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里 这上面是一个立交桥 我就在这桥下搭帐篷的 因为昨晚上下大雨嘛 雨特别大 然后骑到这边嘛 没办法了 就在这个桥底下搭帐篷的话 虽然不能避风吧 但能避雨啊 我今天就回答很多网友经常问我的几个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是像这种天下在以外搭帐篷冷不冷啊 我实话实说啊 如果说身上被雨淋湿了的话 再来搭帐篷再换衣服的时候是很冷的真的确实很冷 就是有一点点冷但是还挺得住 肯定是没有在家里开着空调那么舒服 但是如果你在家里你没有开空调的话 你跟我在这个帐篷里面他没有太大区别 因为你们看吧我这个帐篷是这样的 他是两层 外面一层是防雨的 既然能防雨 他肯定能防风 那就说在里面风肯定是吹不进去的 他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骑行了三万多公里到底花了多少钱啊 这个问题吧 我没算过 我没仔细算过 大概是 五六万是肯定有的 但为什么会花费这么多 主要说我的钱是买装备的 就是我这个自行车 这个自行车我就花了一万五千多 就加上装备啊我就将近花了三万左右 因为我经常丢东西嘛就是经常被人偷嘛 在路上相机就被人偷了一个一个相机就两千多块钱 手机也被人偷了一个 还有充电宝啥的 被偷了之后 不也得买吗是吧 所以说他很花钱的就装备就花了三万两块钱了 其他的消费吧都是吃饭 因为我吃饭特别厉害 猪肉能吃两斤主要是骑行的话 他体力消耗的特别大 有的网友就说 某某某 骑行多长时间才花了几千块钱 其实骑行这个 这样讲骑行你得看他骑行了多少公里 有的环滑骑行的 三四年还不完的多了去了 你看我十个月我就骑行了三万多公里 那我平均就每天就一百多公里 你要想象一下 带那么多行年要骑一百多公里 对自己的体力消耗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必须把营养给补充好 如果你营养跟不上 也想 每天平均一百多公里 那是不可能的 还有不可能每天都骑行 我一路过来耽误了很长时间的 最少一个多月 接近两个月吧 就是 不能每天都骑行 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的收入来源是什么 我这样子给大家讲一下 我拍视频啊 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收入 但是我不是指望这个生活的 我这么给大家说 就是我还没有骑行之前 预计要花多少钱 我早就准备好了 我拍视频只是为了记录而已 就说有没有播放量 赚不赚钱 这个我不考虑这个的 我只是为了一个记录而已 就是留着等我老了的时候 再去看嘛 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 像你没看嘛 很多东西是 跟我看 他完全不一样的 我一看 我在哪个地方 搭打帐篷 哪个地方吃打饭 哪个地方的景点 我一回 我能全部回忆起来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没有什么收入 我拍视频是不赚钱的 他一天的收入 刚刚够我再留两钱 是吧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 这样子长途其行有什么意义啊 怎么受苦受累 其实没什么意义啊 人活着无非就是 干自己想干的事 干自己喜欢干的事 就是行了 不去伤害别人 不要给别人带来痛苦就行了 你不管你再有钱 你多大的关 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了 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就行了 你看不起我 你不要看 你不理解我的这种生活方式 你不要理解就行了 没必要的 你准你的阳光道 我过我的祖母桥 就这样的 反正我不会主动为你 要一厘米吃就完了 我今天就给大家聊这么多 因为我是风雨不足的啊 我就准备收拾东西准备走了 没有没有 我第一次打购物 没有 没有 没 没有